白乐和王贺帝被曝光在特别日子里头枕手臂的照片 白乐和王贺帝的超火照片首次曝光 2023年,由白乐和王贺帝主演的电视剧《意爱迷途》开始播出 尽管引起了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对90后的合作首部作品引起了网络社区的极大关注 在5月20日,微博电视剧《意爱迷途》正式在520日中国情人节 向所有王贺帝和白乐的粉丝们发布福利 这次剧组的福利是一张拍摄在床上场景中的热辣幕后照片 曾经引发过一时轰动 在照片中,白乐和王贺帝都在午休时闭眼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男主角王把他的一个女主角的头枕在手臂上 另一只手搂着他的肩膀 最近,白乐和王贺帝经常被传出绯闻 由于两位主角没有直接就这个问题发表评论 所以谣言越转越广 除了对这对情侣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观众外 不少人认为这些互动是为了迎合粉丝 为电视剧做宣传 这也是许多影视剧组常用的有效宣传手段 《意爱迷途》由白乐和王贺帝主演的电视剧 曾是备受关注的作品 其中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主演们的互动 特别是,王贺帝和白乐在剧中表现出的感情动作 被观众分享在多个平台上,得到了高度互动 李献两句连扑 流量直线下滑,坐等养子续命 李献在亲爱的,热爱的中饰演的韩商言一角 这部剧一经播出,便迅速引发了全民热议 李献也因此一夜成名,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流量小生 在此之前,李献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出道之初,李献便凭借出色的颜值和扎实的演技 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展露头角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知名度始终未能达到顶峰 直到亲爱的,热爱的播出,李献才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他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人气也随之飙升 成为了娱乐圈的新近顶流 与李献同称为四大顶流的肖战 王一博、易杨千玺 在作品和粉丝基础方面均有着不俗的表现 相比之下,李献在这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 为了证明自己 他急需通过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李献开始挑选一些有难度的剧本 希望通过挑战自我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种种原因,他挑选的一些作品在播出时 遭遇了各种阻碍,导致他的曝光度大大降低 这不仅让李献被感压力,也让他的粉丝们被感焦虑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献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合作伙伴 作为当今娱乐圈的当红小花旦 杨子的演技和人气都堪称一流 他主演的多部作品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和口碑 成为了无数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近日,有消息传出 李献与杨子将携手合作,共同出演一部古装剧《国色芳华》 在这部剧中,李献将饰演男二号角色,与杨子饰演的女主角展开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虽然在这部剧中,李献并非主角,但能够与杨子这样的顶级女星合作 无疑将为她带来更多的曝光机会和人气加持 据《西国色芳华》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预计将在不久后与观众见面 对于李献来说,这部作品无疑是她事业发展的关键一部 通过与杨子的合作,她有望重新点燃自己的人气之火,众回顶流之巅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一个艺人的成功离不开作品和粉丝的支持 对于李献来说,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人气基础 但要想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和拼搏 通过与杨子的合作,李献已经迈出了事业回春的重要一步 未来,我们期待她能够继续挑战自我,不断突破自己的演技极限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我们也希望粉丝们能够继续支持李献 陪伴她一起走过这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流量和事业总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艺人要想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 不仅需要拥有足够的曝光度和人气支持 还需要通过优秀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对于李献来说,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流量基础和人气支持 但要想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 还需要通过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通过与杨子的合作,国色芳华无疑将成为她事业回春的重要契机 让我们一起期待李献在未来的表现吧 李献近期接连出演两部剧,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收视率 反而遭遇了流量的直线下滑 这让不少人开始质疑她的演技和吸引力 有观众表示,李献在两部剧中的表现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角色塑造也显得有些平淡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演艺生涯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有不少人开始期待杨子的出现 希望她能够为李献所在的剧集带来一些新的亮点 挽回流量的颓势 杨子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她的加入可能会为剧集注入新的活力 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 然而,也有一部分观众对于杨子续命的说法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一位演员的影响力并不应该之依赖于个人 而是应该由剧情、演技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 因此,即使杨子参与其中,也不一定能够扭转剧集的颓势 总的来说,李献近期两剧连扑,流量下滑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她和剧集团队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提升作品质量 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位演员的加盟来续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